说起大爆的古偶剧,似乎上一部比较火热的,还是2018年的江蜜,沉沉浸如霜,在三大平台同步播出,上兴江苏卫视,各项数据都很不错,剧播完后,杨子成为一线,男主和男二也成功飞升,杨子,首先是饰演女主紧密的杨子, 还记得这部剧开播的时候,杨子几乎拉了半个娱乐圈的好友帮忙宣传,他饰演得紧密,前期天真活泼,后期心事重重,最后为了阻止大战以身殉道,杨子后来也有不少好剧,线偶亲爱的热爱的,也是上星的暴剧,陈玉琪,女二号刘英公主由陈玉琪饰演,当年她演这部剧的时候,演技还很灵动啊,英姿飒爽的刘英,性格敢爱敢恨,人设造型都很好, 陈玉琪后来演了不少作品,就是演技似乎不如以前灵动咋回事,罗云熙,男二号润玉由罗云熙饰演,过去还几年了,这个角色的人气依然很高,在各大古装美男剪辑视频里,润玉可是常客,现在罗云熙也是演男主的演员了,马上要播追光者,明年还有古装剧长月静明,做她的剧粉非常幸福,王一飞,王一飞饰演的是鸟族首领穗河,虽然是个反派, 但架不住她好看,王一飞也是有点可惜,明明演技颜值都不错,可这些年,似乎资源不怎么样,她也参演了长月静明,和罗云熙二搭,饰演团台静的护法四英,这个可以期待一下,夏志远,润玉和旭凤的叔父月下仙人,当年应该有很多人喜欢这个角色,演员为夏志远, 今年播出的陈香如谢,夏志远和杨子二搭了,饰演的是颜旦的好朋友陆明,再度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欢,何中华,还有古装男神何中华,她现在也演了不少剧的配角,香蜜里演的是男主男二的扎堤天地,到了陈香如谢里,则是仙气飘飘的北冥仙君,何中华老师保养得真好啊,现在53岁了,还是那么帅气, 刘静峰,紧密的好友扑吃君,肯定很多人都印象深刻